新年一始 海南各大重点园区加快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和民生项目进度 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这里是三亚亚洲湾科技城 我身后正在加紧建设的是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 整个项目预计2022年5月交付使用 将承担种子资源的研发 储存及种植等功能 为亚洲湾科技城南返产业发展 提供助力 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项目 总投资约10.4亿元 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包括科研现代育种技术研究空间 实验区 高端技术研发与示范种植区等区域 目前项目正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目前正在加紧建设的是三号楼 整个完成整体共存量的分分之55 每天在现场约有420人 两边倒 2021年我们是加大力度 复证方案缺保 2022年如期交付 2021年 三亚亚洲湾科技城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亿 同比增长80%左右 科技城将在土地供应 征地资金等方面做好保障 重点发力南凡育种 山海科技 数字经济 航天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 继续加大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和总部经济的招引力度 在2021年亚洲湾科技城计划建设项目155个 新增项目72个 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的关注力度 同时持续追踪项目的进度 确保2021年底完成我们的基地目标 在海口江东新区 总投资16.59亿元的海南省中医院新院区项目现场 600多名工人奋战工地 目前项目总进度已过半 多栋建筑主体结构基本成型 在2021年我们主要目标是完成所有的结构施工 装饰装用完成80% 基地安装完成在75% 江东新区CBD建设也在提速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主体17层钢结构建筑已完成了9层 首层交易大厅进入室内外同步精装修阶段 从今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口江东新区条例 围绕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明确目标 将为江东新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 已经谋划了一个设计的国际设计港 预计可能在本月的中下旬可能就有企业进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